今天来到现场的一对情侣已经拍拖了三年 还是子弟恋 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有什么事发生 下面有请这一对情侣 有才24岁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 小怡32岁是一位专业演员 有请两位 两位上场面试很凝重 刚才在VCR看到 今天有才说要小怡给她一个答案 对 我来这边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的七夕节 我本来是想约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那家餐厅 我准备给她求婚的 我连戒指都买好了 可是饭吃到一半 她突然说她要去横飘 我当时一样都懵了 我们不都准备要结婚了吗 你给我说你去横飘 当时我问她要去多久 她压根就回答不上来 她那天约我去那家餐厅的时候 我就猜到她肯定是有事情要跟我说的 但是我一直去横飘这个想法 是憋在心里好久了 但那天她叫我去 其实我想就直接跟你说了 我不想再憋下去了 也不想你难受 所以我就选择在那天跟你说 我去横飘那边只是想去体验生活 就体验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 如果接到戏是三个月吗 半年 还是一年 那我不过去世的话 我怎么知道呢 两位请稍微冷静一下 那她刚刚有说是三个月 对 这三个月能接受吗 去体验生活 接受不了 因为那边已经那边 那个大环境之下太乱了嘛 因为我也打听过了 那边真的很乱 她一个女孩子 就算是体验生活 是不是要什么东西都联系好 你再去 那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不是一个人去 我跟几个姐妹一起去啊 那几个姐妹相互照应的 而且她们在那边也有资源啊 我就说过去体验三个月而已 我在这边接戏了 我一样是离开一头半个月 你习惯了呀 因为你到那边 这么远 我在广东 对吧 你在广东住三角这边拍 你出了什么事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都能到 你在那边那么远 我怎么过去 那你就想着 我在那边有事情了是吧 我不是想着你有事情 我是不相信别人你知道吗 你这么天真 你过去了 别人把你卖 你还数钱呢你知道吗 你们当时也是这样子争吵的吗 到现在也还没有个结果吗 对我来到这 就是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我就今天跟你撂下话 我是不同意你一个人过去 那她不想你去 你还非要去吗 因为怎么说 之前在一二年的时候 我已经是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了 那时候是因为我前男友 跟我妈不同意我去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放弃横脚呢 那时候我就是很后悔啊 别人中与泰山 我轻于红毛是吧 我在你眼里算什么 小如戒子吗 所以我就说 那时候我很后悔 我妈还闹着跟我说 要断绝母女关系 我那时候还小 我也不知道自己方向是怎么样 我就 我就听他们的 我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但是真的 真的很后悔 就是那件事之后 我就立下了一个决心 以后不许任何人再阻挡我 前进的决心 我想问一下 刚刚说因为前男友 曾经放弃过北漂的机会 那现在这次横漂 是有个什么很好的机会 去等着你吗 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机会 只是我给自己立下了frack 就是一段时间 我会去另外一个新的地方 去体验一下生活 给我自己的人生阅历 增加点色彩 那如果必须要选择呢 因为男朋友说 今天要撂下话 就意思是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选择 他可能会有一些 采取一些行动 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分手了 就七夕那天 他跟我说了分手 那他说 要么就跟他结婚 要么就分手 那我还能怎么样呢 是你逼我的呀 两者之间选择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就是为了一件事之后 你就要跟我分手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那我离开一段时间 就代表我跟你分手了吗 那他怎么过 你这么远 怎么过 那你其实你真心担心的是 他在横店有危险 还是担心他在横店有诱惑呢 因为三个月 其实听起来并无常的时间 其实最怕的是危险 立得太远了 你说的危险是指什么呢 他说的是潜规则 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吧 我有自己底线吧 我又不是那些为了名利 冲害自己的人 我知道你的底线 但是我不清楚别人的底线 你知道吗 我相信你 我不相信别人 因为我就是个男人 他要被潜规则 在广州不会 在广东不会 在广州我离这么近 你能24小时跟他在一起吗 我24小时在不了一起 但是我最起码 如果一个星期的之后 我知道了 他要潜规则 15分钟就够了 小弟弟 我想问一问你 就是你现在是30多岁 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了 32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有 也有快10年了吧 然后你现在以这个年龄 现在去恒电 你觉得真有机会吗 据我的了解 这两年恒电虽然不算寒冬了 但是离春天太远了 现在顶多是一个秋天 你真是有把握 你到这个恒电 能接到什么好角色 然后一炮而红吗 我就觉得 先前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了 虽然我现在30多岁了 已经不是一个很年花的时间了 但是我还是想争取 我其实有一点不同意他 他说你32岁 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82岁都还有机会 我跟你讲 我其实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这三个月的体验 对你比男朋友 和你在一起的这个事情还要重要呢 首先我不是不回来 我只是抽三个月时间让我去体验 那你在广东这边不是挺好的吗 那是你觉得不是我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我现在按照你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其实你的梦想 要于我的痛苦之上 我是想着给你一个家 你呢 想出到处飘 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我今天就料到一句话 我坚决不同意你去 我坚决不同意你去 我个人非常不赞同 非要把事业跟感情对立起来 你要知道 一个人足够让自己强大 他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所以我觉得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不要强行把恋爱跟事业 非要像你这样对立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偶尔出去喝酒 我回来我喝大了 他让我睡在厕所睡了一晚上 他之前老是喝酒的 老是喝多 刚开始他喝醉酒的时候 我还有点耐心去照顾他 但是后来真的 他喝大了就拖也拖不动 说什么他也不听 贼烦他 也不至于睡在厕所睡一晚上吧 那你至少给我盖点东西吧 那我这个不是给你个教训 让你长记性吗 以前是五六天都在喝 现在呢 半个月一个星期喝一次 我就最一次让你照顾我一下 就这么难吗 现在 我是不反对你喝酒 但是你喝能有个量吗 刚开始你是有听的 还发誓说三个月戒酒 但是期间你又喝吗 你有喝 但是你也不至于让我去滚吧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让我去滚 我憋了一大肚子的火 我想跟他吵架 他不说话 那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着你直乱乱看着我 还不吓人吗 还问我爱不爱 他经常问你这个问题吗 是的 以前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经常喝酒吧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很节制的不去喝酒 对吧 你的前台词就是 我为了你我改变了这么多 我以前爱喝酒 我现在不爱喝酒 那你为什么不为我 就放弃那三个月的念想呢 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 而不是这个时长多少 他就觉得 你如果放弃这个事情 你是爱我的 如果你不放弃这个事情 你心里就没有我 他有为我改 这是能看到的 但是我不希望就是因为你改了 而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着你转 围着你做 你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呢 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 这样要考验一个女朋友呢 你就觉得这个事情他不做就会 不是爱你的体验呢 他平时出工嘛 就是比较一天都不回你信息嘛 我就会发有些东西啊 问他你到底干什么呀 或者结尾了 聊到结束了之后 我就问他你爱不爱我呀 一天 那你烦不烦啊 就是因为他不回你信息 你会想象 他到底在干嘛 他是不是不在意我 对 那我工作忙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出工之前 你给我发个信息 我在忙 哪有一天就是消失的一样 我又得要哄你呀 这不是哄啊 这是礼貌性的 就是说你告诉我一声啊 还有 他是一个不会听又不会说粤语的人 他说的最近的一句是 雷海冰斗啊 他就为了问你 就学了这句粤语吗 就是 他就是老是给我发微信啊 发照片 告诉我 他在干嘛呀干嘛干嘛 然后要我回他 这不是在变相的 在查岗吗 你是在查岗吗 不是 不是查岗 如果说我有一天 压根就是不给你发信息 你爱干嘛干嘛 你就是你回来了 你给我发信息 对吧 那你感觉你是想要这种吗 你能要这种吗 如果说你 我用你的方式对你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做 你换为思考做一下 你不要想着 我太忙了 我干什么 其实我也忙啊 那你忙你忙你的呀 对啊 我忙着工作 我是不是 我忙着开会工作 我是不是也会给你发信息 我忙着跟我兄弟 那我忙的时候 我说我不能及时给你回信息 你也不能埋怨我呀 你看我感觉到了 是这个男生呢 就是说我再忙 我心里都有你的 但是你再忙 我感觉不到你心里有我 我感觉他是有这样的怨气的 你发生过什么事 让你觉得 哎呀女朋友好像不太在意我 他心里不是经常有我 有一次他跟我说 要和他爸妈去喝早茶 和二老喝早茶 是不是手里边要颠着东西 然后我们早上起床 就去买东西 所以说要买东西吧 我就想挑一些 挑一些好的东西 对吧 我挑的比较慢 他就生气了 他跟我吵架 我没结完账之后 他气冲冲地往前走 他叫了车 他就上车了 我颠着大包小包的 在后边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还没上车呢 他跟我说 他没注意到 我这么大一个人 手里边颠着都有东西 他跟我说没注意到 你是真的有发生过 这么乌龙的事吗 我跟你说了 那一次不是故意的 我们那天出门已经很晚了 就还要去买什么东西的 我们广东人喝早茶 就很随意啊 他还要挑那些礼物什么的 默默唧唧的慢死了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 要注意礼节的 我们去到哪 就是第一次见二老的时候 或者第二次第三次见东西 就是必须要带东西的 那你就不能早点出门吗 那你都不能早一天通知我吗 那要老人家等你了 你是生气了 故意没敲上他的 还是真的忘记他 因为那时候 我很生气的 我就没坐在后排上 不想跟他一起坐 然后就上副驾驶上坐了 然后自己就这样子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没上车呀 你生气是因为 你觉得他是故意的 也不是 就如果说两个人相爱的话 就算是再吵架 也不会就是说 发生这种事情 觉得他不在意你 对 我感觉 心里没你 我在他眼里也就是 隐情的 就这么一点 就感觉 就这么一点 那你现在就是怪我了 明明我是爱你的 非要在这行为上 小事上抓着不放的 一直说我不爱你 那要我怎么去证明呢 其实也不是小事啊 小事才能积累成大事啊 那还有没别的事呢 就你觉得他心里没你啊 不在意 就是感觉他比较 太相信我了吧 就去年 去年十月份吧 我有个女性朋友 长得特别漂亮 他晚上是十一点 十一点多的时候 来到我这里的 我肯定要记一下地主之宜吧 他是来找你的吗 对 我给他开了一个房 然后去吃宵夜 我叫他他不去 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去吃宵夜 我们从十一点开始吃宵夜 吃到两点多吧 我在那一个过程中 我一个信息 一个电话 我都没收到 老师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就说一个男人 老婆知道 就说给个女性朋友出去了 一个电话 什么都没有 他是信任呢 还是不在乎呢 我信任你 我才不闻不问啊 而且我那天工作真的很累 我大早上的就出门了 很晚才回来 然后你说要去吃宵夜什么的 肯定很晚 那我真的熬不住 我是一个女人 所以我就想早点洗洗睡了 我晚上这么久不回来 你最起码给我信息 你回来给我说一声 我先睡了 你就没有 你是不是感觉 你把我抓得牢牢的 抓得死死的 那你非要拿这么小一点东西来 让我 这不是小东西啊 你是 你是不在乎我感觉 我就有时候我就经常会想 他到底爱不爱 我有时候我一个人在 一个人坐着的时候 我就会想 他到底爱不爱我 他这么不在乎 他以前真的会天天问我爱不爱他 那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吧 你要不现在回答他吧 我是爱你的 但是你这样天天问我真的很烦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如果那天晚上你跟那个 很漂亮的女生去吃宵夜的时候 他突击茶岗 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呢 就突然出现在你背后说 驚喜 那个女生好可怜 我有点明白他心里 他就觉得好像 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是轻飘飘的 轻的他没上车你都不知道 那时候是会生气 你说突然一下子想要去横飘 你就要去 连他的求婚都可以忽视 其实你真的爱他吗 现在我感觉主持人都变得像你一样 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也有特别好的地方 让我觉得很欣赏的地方 就是我有时候去给朋友在一块出去应酬嘛 然后我们都会带女朋友 我们搁几个 然后带着女朋友呢 他们搁几个有的就是 当场就会喝着喝着当场就会吵架 干什么的 他就不会 基本上都是回到家 才会 才会说 给我吵给我闹 说你能不能少喝点这一种 很关心吧 然后就是我感觉他在外面特别给我面子 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 我听完二位的故事 我感受到是一个梦想 还有跟现实碰撞而已 那到底他们的感情何去何从呢 我来问一下四位导师 二位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你们在一起演对手戏已经三年了 发现各自的剧本都不一样 你的那部剧本叫做 如何绑定我的女神 她的剧本叫做 蠢蠢欲动的明星梦 所以你们俩拿的不是同一份剧本 而你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以为爱是等价的交换 其实不是的 不是说你愿意付出多少 或者你付出了多少给他 他就应该还你多少 没有 爱情的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的买卖 真的是 感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所以我觉得 首先你自己要理解这一点 你的时间精神全部的力气 都用在他身上 过犹不及 有时候 太用力的去爱 反而是反效果的 现在有一点那种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这位姐姐是你的一个玩具 好玩 喜欢漂亮 占有 控制 千万不要让她离开我远一点 你在对这个姐姐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 我心里是暗笑的 你说你这是恋爱吗 不是 很恭喜你找到了一个 其实还是很优秀很出色的姐姐 但是你没把你的这种 这么好的技遇变成你成长的一个良机 而是想太多东西 恋爱是让人成熟的 希望你通过这个恋爱 让自己变成一个 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 然后你今天遇到的很多烦恼 你很多的抱怨 我们听起来有些像笑话一样的表现 就不会再出现了 刚刚有导师说 这位女方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姐姐 在我看来你并不成熟 而你是比较精于利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的横飘的那个决定 您所说的我是去追逐我的梦想 但老实说 三个月还真的不能追逐什么梦想 某程度你现在是在去 弥补过去的那种不甘心 我想去试试看 另外一个呢 我会觉得你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你往往在种种的行为里面 还有你的选择里面 站在一个理所当然被理解的高度上面 比方说你说到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是不知道吗 完全就是你应该了解我的呀 亲爱的不是这样的 然后男方呢 我个人认为 不要利用婚姻去作为一个工具 去绑他的人 心可以控制人 但是人很难控制心 所以如果你喜欢他 你想绑他 那就绑他的心 而不是绑他的人 你只是爱上了一匹野马 但是你家里没有草原 那怎么办呢 我就建一个马卷 把他卷养起来 所以你呢 只是希望通过求婚这个行为 给他做一个资格的认定 有句话叫做以梦为马 那梦就是他的马 你就是那只驴 他现在是骑驴找马 你可能是他一个持正上岗的备胎 梦才是他的最终的 这个重视的东西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 还不够 所以其实你现在 就算他真的答应了你的求婚 甚至他真的已经嫁给你了 以你现在的状态 都还是hold不住他的 而且您发现吗 他在这段关系里面 他的存在感是零的 他没有在你身上去刷到存在感 所以他会很建议你没有回应 微信没有回应 他不知道自己男朋友这个角色 是怎么在你去定义的 某程度我觉得 您在他面前挺任性的 四重生交 因为爱情当中安全感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因为我们打小 我们从父母那里 得到的是什么 是安全感呀 我一哭 我妈就奶给我喝了呀 那你想想 你长大之后 你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要建立起甚至跟你父母 还要亲近的关系 这容易吗 不容易对吧 对 也就是说 需要两个人这样的磨合 在磨合过程当中呢 也要尊重对方表达感情的 一个不同的方式 每个人恋爱表达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相对而言 他给了你安全感之后 你就不要再纠结于表面的 你们的恋爱的方式了 需要共同的携手去进步 我跟男生说吧 有时候安全感是 要自己给自己的 很明显 你要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既然他心里面有一个 分量比你重的东西 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 能够吸引他更多的一个男人呢 真的是这个吸引力的法则很重要 我天天的就缠着他 天天问他爱不爱我 这个不构成欣赏 不构成反向的吸引力 如果你让他看到你的成熟 看到了你的成长 看到了你越来越成为他心目中的 理想的男人的一个模板的话 我相信他是愿意 为这段感情付出或者牺牲的 但现在很明显还不行 开放一点 不要太用力 有时候太用力了 反而大家真的勒得很死 知道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四位情感导师 那么刚刚听了几位导师的这个建议以后 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说呢 我是一个大大烈烈的女孩 然后之前没认识她的时候 我鞋脏了坏了就一直跌身了 但是她之前之后都会很主动给我擦鞋的 这是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不要让我在爱情跟事业上做选择 能给我一点空间吗 这是我上一次 没拿出来的戒指 我这次拿出来 向你求婚 其实人生总是有遗憾的 我不是要逼你做什么选择 我这次来到这里呢 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态度 我喜欢你是认真的 我爱你也是认真的 我买好了房 买好了车 我存好了钱 现在只差一个媳妇 我希望 我的未来里有你 你的未来里有我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我希望你知道我是爱你 你只能干吧 我希望你不要 我也不忽悔自己作出的每一个选择 而我们的每一次付出都值得 很遺憾小儀暫時拒絕了有才的求婚 但是看到眼淚的背後 其實雙方都很認真對待這個感情 我們都很欣慰 希望他們以後的腦袋會越行越好 如果你有相同的愛情或婚姻上的矛盾或困惑 歡迎大家就是撥打我們唯一的官方熱線 就是020-6129-2468找我們 又或者掃描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就可以報名參加了 我們當時人的選擇 未必代表他們最終的選擇 今天求婚不成功 不代表明天求婚失敗 人生總是充滿可能 而明天就是一個希望 今期的節目也到這裡結束了 在結束之前 例牌要送上我們愛情冷知識的紅男綠女 我被女神飛了 我現在整個腦袋都是她 怎麼辦 沒辦法 神經學家凱倫廢社說 被婚手後,你不會收回愛 事實上,你可能會更愛對方 真的嗎 對,研究顯示 被婚手的人會進入一個沉迷於 贏對方的心機抵抗期 這種分分合合,還有可能會成癮 分手還不夠慘?還有人會上癮? 因為被婚手後 大腦的伏隔閡處於活躍狀態 這個區域主要跟成癮性相關 我不會以後一直都被婚手 我不肯 你別哭了 其實情侶分分合合很正常 有調查顯示 近三分之二的大學生 曾經有斷斷續續的戀情 而就算一起生活 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居情侶 以及五分之一的已婚夫婦 經歷過分分合合 那我趕快買一束花 哄回女神 關鍵問題不解決 哄回也沒用 祝你好運 就這樣,再見